本期为你解读的是 《大汉帝国再巴蜀》 这是一本平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历史的书 它清楚地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拥有诸葛亮 并以隆终对这个准确预言为发展纲领的刘备 没能取得成功 他建立的蜀汉反而在三国中最先灭亡了 人们通常认为 三国中蜀汉的失败与弃术天命有关 历史学家也有这样的看法 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在写诸葛亮传时 就认为他抗不过天命 东晋长曲写的华阳国志 是对巴蜀历史记述很详细的地方志 其中也说诸葛亮想以区区一个蜀国 去争已经失去的天命 不可能成功 大汉帝国在巴蜀则明确指出了 为什么蜀汉失去了所谓的天命 他认为天命其实是政治合法性问题 本来刘备以匡复汉事为旗号 足以凝聚天下人心 和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相抗衡 通过这种政治正确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 但他一系列的政治失误 导致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强烈质疑 从而动摇了他的稳定 把一手好牌彻底打烂 作者认为 刘备最大的失误 在于过早地抛弃了天下围攻的幌子 把追求私利的目的表露得太明显 也太不合时宜了 尽管他喊着匡复汉事 行动上却与抢地盘当割据势力无异 尤其是他仗着刘彰对自己的信任 以龌龊手段习取了益州一事 使自己早年积累的人德口碑丧失殆尽 招致益州人的不满 埋下叛乱祸根 也使孙流联盟由此破裂 失荆州损兵马 一度让蜀汉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如果不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 以坚持北伐的方式 重新建立了政权的合法性 凝聚人心的话 蜀汉可能早已灭亡 这本书的视野非常宽 作者观照了从刘备初登政治舞台 直到蜀汉灭亡的整个过程 秉承了司马迁通古金之变的理念 也就是说 通过总结历史的规律 来对应分析这一段代史的得失 从大历史的角度 分析了蜀汉的拜因 他认为 虽然刘备是依靠龙中队取得了立足根本 但这份策略从被提出之时 就缺少明确的政治手段的指导 使得刘备没有把匡复汉事 作为贯彻始终的理念 仅仅关注这份策略提出的军事目标 过于注重短期利益 因此 注定蜀汉不能取得成功 而且由于政治失策 龙中队提出的最基本的军事目标 也未能实现 黄论与无畏顶足相争 这本书的作者 饶胜文是中年历史学者 现在中国石油大学 人文学院任教 他平时对军事史 军事地理 还有战略思想非常关注 之前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布局天下 关注的是历史军事地理话题 简单地说 就是研究历史过程中 军事与地理之间的关系 比如他在书里分析了 关中四川等地的显耀 对历史有过什么影响 历代掌权者对中原局势的判断 有过什么得失等等 把政治与军事地理等元素 结合起来分析 这是饶胜文很喜欢的研究方式 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本书里 这种方式体现得也非常明显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和作者的基本情况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会讲一讲 龙中队对刘备战略思路的影响 如何帮助他崛起 又因为什么样的缺陷 埋下了刘备失败的伏笔 其次呢 我们将分析一下 刘备的三大政治失误 如何使蜀汉失去了 与无畏争霸的资本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 诸葛亮面对刘备失误 造成的政治遗产 采取了哪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 又为什么改变不了 蜀汉败亡的结局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 龙中队对刘备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刘备在公元2001年的时候 因为遭到曹操讨伐 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备 那时候 他没有立锥之地 兵马凋零 纯属寄人篱下 成天无事可做 还被刘备提防 有一次 他看见自己大腿上长了许多肉 还哭着感慨 这是多年不骑马导致的 意思是 自己追求的工业都要荒废了 就这样过了六年 在他46岁的时候 终于遇到了26岁的诸葛亮 一个接近知天命的年纪 一个快到尔历之年 要创一番事业 两个人做了对话 以诸葛亮所谈的方略为主 就形成了龙中队 此后 刘备就以此为指导 先在荆州站稳脚跟 而后挺进巴蜀 建立了蜀汉政权 开启三分天下的局面 称得上是咸鱼翻身 因此 人们历来认为 龙中队是一份水平非常高的策略 简单描述一下龙中队 说的就是天下即将三分 刘备如果能占有荆州 益州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湖北 湖南 四川云南一带 在内施行善政 在外联合孙权 就能够对抗曹操 成就霸业 巧的是 几年前 鲁肃曾为孙权打造过一个战略 内容之一 也是先取得荆州 再夺益州 这就可以以长江为界和曹操划疆而至 也就是说 鲁肃和诸葛亮的思路是很像的 证明龙中队的战略 是当时精英人士的共识 龙中队一个最核心的观点 就是要实现跨有精益 即同时拥有 荆州 益州这两个重要地区 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交通便利 能轻易获得资源 站住了脚就可以直逼中原 而益州呢 有天险可守 还是卧夜千里的地方 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战备力量 一旦实现了跨有精益 那么到时候 有两条路线可以出兵 一条呢 是在北方 通过益州走秦川 从陕西一带逼进中原 另一条是在南方 通过荆州威胁洛阳 两面夹击之下 曹操会腹背受敌 十分难受 可以说 龙中队为刘备规划的军事路线 非常清晰 刘备后来也照此办理 一度拥有了荆州部分地区 和整个一周 基本实现了跨有精益 这才拥有了三足鼎立的资本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 体现的是龙中队的正确性 但饶胜文认为 龙中队其实暗含着非常大的缺陷 这个缺陷对于刘备和蜀汉政权来说 是致命的 就是他的军事路线虽然清晰 但没有指出实现目标的正确方式 尤其是政治方式 这是刘备在实现跨有精益时 采用了错误的手段 诸葛亮曾对刘备说 荆州的刘表是个守不住地盘的人 而益州的刘彰也是个没什么本事的人 当地人都盼着更英明的领导 所以这两个地方 都是老天爷要送你的礼物 诸葛亮虽然没有明说让刘备趁机去抢地盘 但他的暗示 刘备肯定是听明白了 也照做了 刘备取得荆州的部分地盘 是在赤笔之战以后 此时 刘表和刘表的儿子刘奇都已经去世 刘备接替他们做了荆州的主管 这一过程上述合法 但取益州的过程就不是了 当时刘章掌管益州 因为受到张鲁的威胁 就请刘备来帮忙 而刘备认为 这是一个实现跨有精益的好机会 不但不打张鲁 还和刘章的下属勾结 围攻成都 自己取而代之 应该说 刘备取益州 除了是按照龙中队的规划之外 也是现实所致 因为他此前虽占有一部分荆州 却是以建立联盟为前提 从孙权手里换来的 并不能算是自己的基本盘 只有西向益州 才能建立真正的立锥之地 但饶盛文认为 刘备的跨有精益 一点也没有考虑政治影响 要知道 刘备一向以汉朝宗室自居 喊的口号也是要恢复汉家天下 而刘章本身也是汉朝宗室 刘备攻击同宗 就被人们认为是与汉室为敌 把自己置于了一个特别不利的位置 我们之前提到 一个政权的天命问题 是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 如果刘备恢复汉室的过程 是以攻击同宗作为基础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矛盾的逻辑 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疑惑 那就是 汉室到底是否还享有天命 如果有的话 那么攻击汉室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更何况你也姓刘 而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提出恢复汉室的口号 是不是也站不住脚呢 所以今后 无论刘备如何选择 他所建立的政权合法性 都会受到质疑 所以刘备取益州的方式 实在是政治上的失策 这带来一个严重后果 就是夺益州 成了孙刘反目的起点 因为孙权曾提议和刘备 一起讨伐张鲁 然后趁势袭取刘章 共同占有荆州一周之后 再一同对付曹操 但刘备告诉孙权 刘章是自己的同宗 不能打 应该团结在一起讨伐曹操 假如历史这样发展了 那么跨有精益 就通过政治联盟的形式实现了 按照饶盛文的观点 这会让刘备 更容易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 但刘备刚义正言辞地 拒绝了孙权 掉过头来 就自己娶了益州 这让孙权对刘备产生了怀疑 你究竟是要匡富汉室 还是要抢地盘 从此对刘备失去信任 而且之前我们也提过 东吴也有跨有精益 这样的战略思路 因此本质上 孙权和刘备在益州问题上 存在利益冲突 更何况在赤壁之战之后 刘备已经占有了 荆州的部分领地 再拥有了益州 对于他相邻的东吴而言 比长江以北的曹操 威胁都大 这直接改变了孙刘的同盟关系 埋下了日后 双方在荆州火并的伏笔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 那就是 刘备在最潦倒的时候 遇到了诸葛亮 依靠后者的龙中队 理清了未来的发展路线 迈出了崛起的关键一步 但龙中队对实现跨有精益的手段 表述不足 使刘备过于重视跨有精益的军事结果 而忽视了政治影响 为此出卖了与东吴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 为后来双方翻脸 埋下了祸根 也影响了他在巴蜀的统治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部分内容 就是刘备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 他的三大政治失误如何使蜀汉失去了与无畏争霸的资本 这三个失误 一是取一周后没有处理好善后问题 二是命关羽进攻襄阳 三是称帝 我们先来看刘备取一周后的善后问题 他一度纵兵抢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还是经过赵云的劝说才罢手 可是已经大失铭心 此外 他还把刘章送到荆州软禁起来 一点宗室的感情也没有 刘章父子在益州已经经营了两代 夺取刘章的基业还软禁 公然与宗室为敌 让刘章原先的手下相当不满 这位刘备未来的统治埋下了人心不稳的隐患 而且刘备没想到的是 当他日后当汉中王时 因为天子被曹操挟持 不能对刘备进行丰授 只能靠另一种方式获得王决 就是由和他同级别的诸侯来举荐 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非常少 刘章算是一个 但是刘章已经和刘备结了死仇 怎么可能举荐呢 所以称王的合法性问题 一度搞得刘备很尴尬 这就看出来 他的政治眼光不足 如果他能意识到刘章的政治价值 就应该在取得益州之后好好掂量掂量 孙权占领荆州后 刘章就落入了东吴之手 孙权就把刘章父子安置得很好 做出一副要让刘章重新掌管益州的样子 利用他们在益州的影响力 策动反刘备的势力 给蜀汉政权找麻烦 还催生出了叛乱 两相比较就能看出谁的政治手腕高明了 对内的善后做得不好 对外也是如此 刘备取得益州之后 孙权迅速要求刘备让出荆州的三个郡 为此不惜派兵施加压力 在曹操可能要进攻益州的情势下 刘备不敢和孙权交战 只得和东吴谈判 划定新的势力范围 暂时化解了这次荆州危机 但他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癥结 是他过于狭隘地理解了跨有精益 在政治上的急功近利 导致了他与孙权的关系产生了质变 所以在五年后 他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 彻底引爆了荆州这个炸弹 刘备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主动对曹操发动进攻 即令关羽率军进攻襄阳 饶胜文认为 尽管一些学者觉得 关羽攻打襄阳是他自己的主意 但实质上这是得到刘备受益的 襄阳是一个战略枢纽地区 占领了襄阳 可以直逼晚城洛阳等地 这和龙中队中所说的 从南路进攻中原的部署相一致 但关羽攻打襄阳 不是因为要威胁中原 而是因为刘备占领了汉中 从汉中那里 有一条汉水顺流向东 可以直接到达荆州 十分方便 而汉水流经之处 襄阳是关键节点 拿下这里 就等于打通了汉中和荆州之间的一个便捷通道 实现更紧密地跨有精益 稳固势力 说到底 在刘备眼里 占地盘还是比恢复汉室重要 但不管怎样 由于襄阳是在曹操的控制之下 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去 刘备还是在联盟框架内打击曹操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 这时 孙权对他和曹操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 刘备占领益州后 孙权已经把他看作最大的威胁 而且由于远走益州 刘备可以避开曹操的锋芒 把军事压力都推到了距离曹操更近的孙权身上 在赤壁之战之后 荆州的四个郡 孙权只占了一个 也就是说 好处都被刘备占了 压力全被孙权承担了 这就是孙权开始重新审视 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 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与曹操进行缓和 重点攻击刘备 双方因为夺荆州与益州而积累的矛盾 终于总爆发了 于是在关羽全力攻击襄阳时 吕蒙偷袭荆州得手 使关羽落入兵败被杀的境地 刘备彻底失去了荆州 从此跨有精益成了空话 龙中队的规划成了泡影 再未变为现实 这是刘备犯下的第二个大错 关羽被杀的同一年 汉县帝善未给曹丕 这时刘备做了一个令人无语的选择 就是当皇帝 定国号为汉 这是他犯下的最后一个 也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为什么这个举动让人很无语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龙中队里去看 龙中队里有句话 叫做汉氏可兴 也就是说大汉王朝可以得到复兴 认为刘备是帝氏之咒 也就是汉朝的宗室 按饶盛文的观点 对刘备有利的政治选择 应该就是以恢复汉王朝的秩序 为旗号和目标 把主要的对手曹操 定义为篡权夺位的权臣和奸贼 然后把孙权和其他势力 当作同盟 一起对抗曹操 将自己树立为汉朝代言人的形象 借此壮大实力 在这一点上 刘备大可以学汉官武帝刘秀 刘秀在称帝前 是庚史皇帝的下属 但刘秀当时既有强大军事力量 并且在征讨王莽的过程中 已经取得众多力量的拥戴 因此 即便他与庚史皇帝决裂 自立为帝 也并没有人说什么 因此龙中队在汉氏可兴 这个表述上很暧昧 并没有说要恢复什么样的汉氏 就是为刘备留下了操作空间 而刘秀拥有人心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他先消灭了王莽的政权 而刘备则不顾消灭曹操 只急于实现军事上的跨有精益 这个短期利益 所以他并不拥有刘秀那样的政治资本 反而备受质疑 那么他称帝的这个举动 就更加重了这种质疑 刘备对人们宣称 汉县帝已经遇害 天下无主 所以自己不得不当皇帝 其实汉县帝只是被曹丕 供养了起来 所以刘备此举就给人一口食 天子还没死呢 就着急当皇帝 比为汉氏报仇还着急呀 这个举动 割断了刘备与汉县帝之间的联系 直到刘备死前 他都未在有进攻曹魏的实质举动 那么他在称帝时喊出的 要带天讨伐曹家就成了空寒 而且天子已经死了 所以我才称帝 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所以他这个政权的正统性 就很成问题了 刘彰原来的部署 本来就对刘备夺取一周心存不满 他称帝的举动 更让这些人非议了 而后乏武惨败 使得蜀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 达到了极值 当刘备在白地城郁郁而终时 这些一周人趁着国家疲弊 将对他当年豪夺一周的不满 一并发泄出来 制造了一场叛乱 蜀汉不仅失去了进攻中原的实力 更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 政权岌岌可危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 那就是 刘备在实现跨有精益的过程中 陆续犯下了三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是没有处理好攻占一周的善后问题 造成当地人的严重不满 二是令官宇进攻襄阳 被东吴趁机偷袭荆州 使跨有精益成为炮影 三是在汉宪帝善让 且被供养起来的情况下 假造天子被害的消息 选择自己称帝 在政权合法性方面遭到极大质疑 失去了民心基础 不仅再没有底气争霸天下 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好 我们再来说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就是面对刘备制造的困局 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 却改变不了其败亡的结局 一周的叛乱使刘备终于明白 虽然汉宪帝已经善位 但只要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 是被贼一时夺去 就能证明汉室仍是天命所归 道义仍在汉室这一边 那么由他这个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 作为唯一的流逝余脉 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 并合理地存在下去 反之呢 放弃讨伐曹魏贸然称帝 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 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 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政权 压制人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 于是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 托付给了诸葛亮 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 甚至告诉他 如果你觉得我儿子会拖你的后腿 你就自己取代他 这一下就把乏位上升到了 谁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历史学家田云庆先生认为 此前刘备一直没把诸葛亮 当作贴身智囊对待 比如刘备入属占领益州 是法政和庞统其主要的谋划作用 向东吴复仇时 诸葛亮也劝阻不了刘备 所以直到刘备死后 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核心 并制定了北伐战略 他也深刻意识到 北伐是最大的政治 远不止军事问题那么简单 比如我们来看 他对出兵时机的选择 刘备死后不到四年 诸葛亮就着手第一次北伐 从国力的恢复来看 显得有点着急 但此时 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手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原人对他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 对汉士的怀念会越来越少 长此以往 恢复汉士就不再有民心基础 所以诸葛亮不能再等 哪怕国力未富也要出兵 为了保障头等政治大事 诸葛亮采取了严刑郡法的模式 第一次北伐中 马肃失了接庭 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肃 重罚了老将赵云 还把自己降了三级 因为他深知 北伐一旦有失 政权都可能被颠覆 因此哪怕是他自己 也不能影响北伐的战果 他使蜀汉之人意识到 北伐的坚定性是一种信念 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 谁都不能与之相违背 人心的认同会折射到行为上 为政治提供助力 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郡法 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观念感召下 蜀汉从刘备兵败的危机中走了出来 重新认可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使之延续了数年生存 期间政治清明 国力虽然最弱小 却最有进取心 不能不说得益于北伐 这个准确的政治路线 那么既然如此 为什么北伐没能取得成功呢 这还是由刘备早期的政治失误造成的 因为龙中队最初提出的设想 毕竟是在跨有精益的基础上 实现两路出兵 夹击曹卫 但荆州已经失去 从那里出兵的通道就没有了 蜀军就只能从地势不好的 秦川一带进军 补给现场 粮草总是出问题 很难持续和曹卫作战 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了 不好打 还必须得打 所以说 北伐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 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 而另一个困局 就是益州的内忧 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乱 可是反抗的潜流始终存在 这仍然与刘备的失误有关 当初刘备取得益州之后 手下包括了两股力量 一股呢 是原来益州刘彰的部署 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署 前者是旧部 是原来益州的主人 而后者则是所谓的新人 也叫客籍 籍贯的籍 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 新旧之分或主客之分 我们说过 益州旧部对刘备政权的态度很消极 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 更何况 从东汉末年开始 趁雨的影响 也不利于姓刘的人当皇帝 那什么是趁雨呢 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 这些预言的核心观点 就是刘坐将近 坐就是皇帝之位 刘坐将近 就是说姓刘的皇帝 位子坐不长 由于对刘备不满 刘坐将近这种论调 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 并在刘备死的时候 催生了叛乱行为 诸葛亮在世时 还能靠铁腕与北伐逻辑 压制这个论调 当他去世之后 益州旧部的力量抬头 这个论调 就像火星遇到了古风机一样 疯狂地燃烧起来 当时影响最大的声音 是担任光禄大夫的乔州 写的一篇《仇国论》 仇国呢 指的就是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 一个叫阴瑜是小国 一个叫赵剑是大国 其实就是指现实中的 蜀汉和曹魏 这篇文章的基调 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 打不过强敌 应该学周文王那样修养生息 不要穷兵独武 实际上就是反对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这个论调是有现实依托的 公元249年 司马懿趁着魏国皇帝 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 发动政变 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 史称高平陵事件 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马氏篡位了 那么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将成为历史 既然这件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 那么以声讨曹贼为口号的北伐 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失去了意义 不就成了为打仗而打仗 那不是穷兵独武是什么呢 所以乔州的仇国论写出之后 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颇为认同 甚至连张义廖化这样跟着诸葛亮 数度北伐的将军都以此为依据 反对继续北伐 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况 这就看出当时的人心了 但对蜀汉而言 仇国论的论调其实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说过 北伐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保证 仇国论否定北伐 实质就是否定流逝政权的合法性 瓦解抵抗心理 一旦有卫军来攻 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 那么克级集团 就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吗 答案是无奈的 因为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其继承人蒋婉 费一等人 都没有像他那样的影响力与掌控能力 而且蒋婉等人虽然还在喊着北伐 但是在穷兵独武理论的压力之下 采取了军事收缩 把精力转移到了保镜安民上 这使得北伐逐渐成为空谈 人们越来越不想和曹魏争斗 只求得过且过 于是在公元263年 后主刘善面对进攻的魏军 在仇国论的影响下 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 选择了投降 蜀汉灭亡 而那时 魏军距离蜀汉的都城 其实还很远 刘备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 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 当然 历史上对仇国论和乔州的争议 都比较大 也有声音认为 乔州是帮助蜀汉逃避了战火 对百姓有益 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好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 蜀汉政权从建立到败王 对它产生决定影响的 不是军事因素 而是政治选择 龙中队有明确的发展思路 而无清晰的手段指导 使刘备虽然在军事上 部分实现了跨有精益 得到短期利益 却付出了联盟破裂的政治代价 不但为此与孙权反目 还因为以不当手段 占据益州和称帝 失去了人心损失了最大的政治支持 尽管刘备死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并由诸葛亮坚持北伐进行了挽救 一度延续了政权的寿命 但这一影响已经不能消除 益州旧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始终伴随着趁雨的秘密流行 影响着人心 并在诸葛亮死后大行其道 不但否定了北伐方略 更催生出了仇国论这样的理论 在外敌入侵时 演化为投降舆论 直接促成了蜀汉的灭亡 因此可以说 早在蜀汉政权诞生之初 对政治缺乏深刻准确的认识 就注定了其结局 三国乃至许多政权的历史命运 诚然是通过军事胜负的形式来显示结果 但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政治 它包含了道德考量 利益评估 社会心理借助等许多因素 比单纯的军事问题 更具综合性 更复杂化 且需要以超越短浅的目光 去审视思考 所谓成王败寇 不是命 也不是运 而是经由一番严苛的政治考验后 由历史筛选出来的结果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目内容